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万个香菇太空包 全部被火势给烧焦 而昨天傍晚 中部地区雨势很大 六位民众到法子溪 河滨公园附近玩水 结果吸水暴涨 受困在沙州 最后是出动消防队 人力冒险抢救 消防队员拉着绳索冒险渡河 把受困的民众 一个一个安全带上岸 但雨势越来越大 加上现场七颗一片 增加救援难度 男子全身湿透 被救上岸 表情惊恐害怕 爸 你是六干嘛的呢 三十号傍晚六点左右 四位越南籍劳工 和两位台湾民众 下午相约到 法子溪河滨公园附近玩水 但傍晚好大雨 造成山区吸水暴涨 六个人受困在沙州 幸好都平安获救 而南投普里镇五介路一处香菇寮 清晨五点发生火警 两万多个即将收成的香菇太空包 变成了黑炭 火势很快控制 一千多平方公尺的香菇寮全烧毁 损失估计超过一百万 没有人员受伤 大爱新闻中部总和报道 再来看一个现场消息 大学指定科目考试 今天开始一连举行三天 今天第一天 自然组率先登场 考的是物理 化学以及生物 而再过不到七八分钟 第二堂考的化学就要结束了 今天也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考生以及家长都被有消暑良方 目前在建国中学考场的最新情形 立刻透过SNG 请记者黄毅杰 邓一忠来告诉我们 好的 主播大学指考的第一天 第一科的物理科考试已经结束了 根据大考中心资料统计 缺考率大约在5%左右 跟往年是差不多的 目前暂时是没有传出重大的违规 至于这份试题的难易度到底如何 我们来听一段稍找同学们的说法 那个非选题 第一题 它是考一个叫做和母或直线圈的东西 然后我是之前好像在参考试卷有看过 然后就比较有印象 跟之前立节差不多 你的跟学测比呢 应该会比学测难一点 同学们认为这次题目是很注重理解 难易度算是适中的 有出现不少生活类提醒 像是有考电满的放电原理 还有问微波炉是如何快速加热的 相当贴近生活 我们来听一段大考中心最新访问 现在接近中午的天气还是非常的热 市场都是有冷气的 但是台电是怕出现跳电的问题 这次是派遣了工作人员在一旁随时待命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化学科的考试 预计12点10分就告一段落了 如果下午还有报考三类生物的同学 在下午期两个小时左右后将要继续奋战 以上就是现场转换到的最新情况 时间还给同内主播 好的 谢谢记者一杰以及小 以及邓应中 但我们了解到的是目前在第一天 大学指定科目考试 上午考试的情形 普遍第一堂课考生对于物理的试题 感觉难易度比学测还稍微难一点 但是大考中心表示 试题是比较贴近生活的 而且鉴别度也高 而下午还会有一堂科的考试 再来关心的是台中大雅区 来看看在小学里头爱的陪伴 在辱留国小 今年只有14位的毕业生 大爱妈妈可是从一年级 就开始陪伴他们 在晨光时间 包括带动一些活动 让他们了解行善行效的重要性 而日前大爱妈妈也特地来到学校 举办了感恩茶会 要教导孩子们奉茶感谢施恩 给毕业同学爱的祝福 大爱妈妈表演手语歌 当你有了勇气 从一年级开始 晨光时间大爱妈妈 禁私与教学 六年不间断 都教得很好 那种气氛的带动 那种无形之中 那种小朋友那种心情 可以沉淀下来 老师也可以沉淀下来 好好地去想一想 感恩茶会 学生向师长们奉茶 老师请用茶 祝福师长身心健康 平安快乐 我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 都是老师帮我解决的 还有功课 谢谢老师 用心的就是把知识给我们 然后谢谢老师 有你真好 有什么事情 可以来帮我做 老师送上亲手写的卡片 给予祝福 学生红了眼眶 不要忘记这一刻 要怀着感恩的心 希望你们都能够面向阳光 把阴影抛在后面 记得老师 留院守护者 毕业了 迈向人生新旅程 老师永远是最佳后盾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 陈美玲 黄金玲 台中报道 高龄社会除了替长辈规划课程 提供医疗服务之外 还有哪一些环节是可以介入的 高雄有一个团体 他们安排了课程 让长辈可以在白天来参加 而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发现 很多老人家很困扰自己的指甲 因为视力退化 指甲变后 实在是弯不下腰 长辈们根本是剪不到自己的指甲 于是有志工就提供了服务 定期举办剪不到指甲的活动 要替长辈们修剪手跟脚的指甲 剪指甲比较软的 这支是显硬的 这支是剪皮的 专业工具一字排开 她是乔真 今天她要替长辈剪指甲 这很厚就对了 所以你对她来说不合格 不合格 你自己要穿到的 其实没人看 腼腆的说 自己的指甲有点厚 要剪不好施力 88岁的爷爷 第一次让人剪指甲 你疼吗 比较硬 而且他们的指甲的皮有比较薄 所以很特别小心 我想说他们眼睛 没办法看得到 我现在做得到 我都帮他们做 专业的美甲师自己开工作室 偶然机会发现了 一名80岁的老长辈有困扰 他主动提出愿意帮忙 被服务的阿公阿嬷好窝心 让自己剪帮不方便 不大方便 为什么 树立有点不大好 看不清楚 对 都率便剪剪 他是专业人士 我们跟他讲说 因为长辈如果来剪指甲 可能没有办法负担一些费 他说没关系 他愿意帮助长辈 让长辈的指甲是健康的 提供给长辈学习活动筋骨的课程 也贴心看见老人家的需要 剪指甲 小小的动作 因为年轻人的服务 让阿公阿嬷不再 卡手卡脚 大约新闻住人 下红树高雄报道 国际消息来关心的是 美国5月初对移民实施了零容忍政策 针对美墨边境的移民展开扫荡 引发国内外的反弹 于是美国加州联邦法官就开出了第一枪 要求停止拆散这些移民家庭 并且在30天之内 让所有小朋友 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团圓 而美国各地则是在星期六 发起了一连串的示威活动 I wish I could give you a big hug. I know that kids should be with families. My family will keep fighting to make sure that happens. Love Lucy. If you are like me, you serve a refugee from Bethlehem. Thank you. 星期天超過700起抗議活動遍布美國大小城市 民眾頂著艷陽上街聲援中美洲移民 抨擊川普強硬的反移民政策 今年5月美國司法部執行零容忍政策 拘留非法入境的成年移民並以刑事罪起訴 子女則和父母分開被關進鐵籠裡 民怨踏伐下川普法家灣簽署行政命令 在不停止零容忍之下讓移民家庭團員 拘留在一塊 但在頭六天只有六個家庭重逢 仍有兩千多位孩子找不到父母 美國加州聯邦法官開出第一槍 要求停止拆散移民家庭 並在30天內讓所有孩童和父母團員 接納移民和難民的議題持續在美國和歐洲延燒 短時間內難有結果 左右兩大設立拉鋸戰越演越烈 大愛新聞留任好兵役 而在英國則是受到了高壓籠罩的影響 全國各地罕見出現了30度以上的高溫 像是在中部的大曼車斯特地區 因為天干物灶引發了煙火災情 1800公頃的土地 複製一具50多戶預防性撤離 另外在白愛爾蘭地區則是因為高溫 用水量包增 政府則是祭出了水管用水禁令 含爆待放的玫瑰恐怕來不及盛開 熱浪席捲英國北愛爾蘭 居民每日用水量一口氣增加到200公升 北愛爾蘭頒布23年來 頭一遭的水管用水禁令 一遭的水禁令 在北愛爾蘭頒布 代表客人真的不能用一遭的水禁令 所以它不能用來清洗車子 或洗手間 或淋上水禁令 除了禁止用水管噴洗交通工具 替植物澆水 也不能清洗窗戶和牆面 當然玩水更不允許 北愛爾蘭的阿瑪郡 以及首府貝爾法斯特 不是減壓就是停水 影響民眾日常生活 英國氣象局表示 高壓籠罩英國 高溫 晴朗 乾燥的天氣 將持續到7月2號到3號 只有英格蘭和威爾斯部分地區 有機會下雨 濃煙直竄天氣 消防直升機穿梭灌救 高溫悶熱的天氣 讓中部沼澤地爆發野火災情 1800公頃土地複製一具 50多戶預防性撤離 政府調派100名軍人和一架軍用直升機 加入消防隊進行灌救 但沼澤地的泥炭助長火勢蔓延 加上高溫炎熱的天氣還會持續一周 都讓滅火工作雪上加霜 大約新聞座部先編譯 在印尼 慈激志工每個月定期會訪市照顧戶 其中關懷一位中風的患者 志工這次帶來的尿布以及輪椅 要分擔家人照顧的壓力 40歲的摩爾蒂全身癱瘓 三年來沐浴如廁 生活打理全靠母親 家裡的經濟有限 聽信偏方治療 沒想到病情更嚴重 此際提供輪椅及尿布 分擔壓力 祝工請聽馬列尼索苦 物資上的援助之外 事事陪伴 大約新聞史蒂芬妮一山印尼報導 馬來西亞慈激志工 在檳城打槍埔小學 進行新崖校園計劃有四年的時間 但是在2017年一度因為宗教的差異 而終止了計劃 就在慈激志工不間斷地 積極協調之下 終於讓當地的教育單位同意 讓慈激人持續發放午餐津貼 以及助學金 如果有些人想幫助 父母的父母 就必須幫助父母的父母 讓他們去學校 2014年起 馬來西亞慈激志工 在檳城打槍埔小學 啟動新亞計劃 為平通購買書籍 發放午餐津貼 與助學金 助學路需要有人拉一把 但在2017年時 宗教差異一度成為最大困境 再去穆斯林的孩子的家 做家訪 也不可以去做發放 不乏忐忑 心卻破釜沉舟 慈激志工積極奔走 說明計劃理念 終於打動教育局長 雙方攜手合作搭起宗教橋樑 也支撐了學生家庭脫貧的力量 大衣新聞 珍善美志工 馬來西亞報導 再來看到雪隆的慈激志工 則是來到了校園推廣環保 馬來西亞雪蘭兒 沙登十里肯邦安中學 邀請慈激志工到校宣導環保 志工講解氣候暖化 分享環保的重要 希望學生改變生活習慣 除了聽也要實際動手做 師生到慈激環保站學習做分類 不只要善用更要延續地球資源 期許透過環保教育 人人都能為地球擠益分離 大衣新聞 珍善美志工 許國進 馬來西亞報導 盧州慈激志工在靜思堂 舉辦了造血幹細胞捐贈驗血的活動 現場有一位受贈者現身說訪 盧州慈激志工 的一大早就人生鼎沸 慈激志工舉辦造血幹細胞捐贈驗血 張玉騰早早就到 是解說區第一個報導的民眾 講說這樣的原因就是 因為救人其實蠻重要的 其實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能錯過 所以能夠越快就是越好 剛滿18歲的江家豪 即將成為大學新鮮人 想要在漫長的暑假累積至貢經驗 沒想到第一件嘗試的事 就很有意義 看到捐贈者跟副水 他們受捐的就是好起來 那個去試用武農 我看的就是很感動 不只是他那個病 病痛生病的人他的命運 是一整個他家族的命運 所以我覺得我只是 捐年險就可以救一個人 也其實沒什麼問題 越南新住民鄧碧柳 嫁到台灣多年 他說在生活中 常常感受到大家的友善 因此也想為自己的第二故鄉 盡點心力 我來台灣嘛 因為說台灣政府就蠻好的 想做一些那個 幫忙人家 可是我自己沒有什麼錢 可是如果借錢的話 我覺得我自己可以嘛 你說好了 再見 很感謝社會上像你們這樣 有愛心的人 然後現在還有好幾萬的病友 在等配對 然後我要替他們 跟你們說謝謝 因為你們願意來 他們未來再活下去的機會 受贈者的真情致意 讓等待抽血建黨的民眾 更具信心走這一條救人的路 答案新聞這是米之公 台北報導 鏡絲書靴陸續進駐到校園 為學生們帶來新的文化體驗 正於上人行腳今天持續在台北 上午與八所學校代表 進行了溫馨座談 有校長就分享了 這樣一個空間 竟然能夠影響到親師生三方 讓他感到不可思議 另外在現場還可以看到 書學的小志工立下宏願 你幾歲開始 三歲在台北分會開始 也是三歲 拿出邀請卡要恭請時工上人 來觀看他們七月底的金藏演繹 書學小志工年紀輕輕 已經堪稱資深 而且各個人小志氣高 請休士護法金藏神經外科醫師 大一王教授 或者是白一大師的教授 每一次的再問都是方向篤定 最多是孩子啊 我們不是跟孩子遊戲 我們跟孩子是貼心的教育 教育是成就孩子的基礎 而閱讀則是教育的靈魂 近似閱讀書學陸續在全台各學校成立 人文空間除了培養孩子的品德 更為許多學校帶來意外改變 不是只有孩子們要閱讀 老師們更需要閱讀 這是我們額外的一個收穫 我們讓孩子有一個好的閱讀環境 讓老師跟家長 可以跟我們孩子有一個親近的空間 這是我們成立書圈最重要的目的 社會有希望 總是要在孩子的身上 很用心的下功夫 這叫做教育自業 我相信校長 老師們 都是共同的一個方向 當書集成了養分 教慣這一顆顆心芽 愛與善的觀念 也將持續陪伴他們 成長茁壯 大家新聞做成葉宜林 台北報導 高師大與高雄鳳翔國小 合作開辦了生態永續課程 同學們從過程當中收穫很多 我們要變什麼顏色才能採收 紫色 紫色 紅紫色才能採收 遊說是班學生帶著小朋友種蔬果 就在開花結果這一刻 開心外辛苦感覺更強烈 像是媽媽照顧我們一樣 就很不容易把我們養帶 就跟照顧百香果一樣 城市的孩子啊 能去體會到那個 農村的那個種子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從種子開始去 其中四年級的養藝廷 有寫小板低下症 無法上體育課 開心農場是他療癒的地方 怕被球K到會流血受傷 我會來這邊看這些大家種的東西 種子 然後你還要等它發芽 然後還要開花 結果 你看這個過程很長 你才能得到 吃得到一顆百香果 所以它變成比較會吸附 更珍惜這樣子 少許的糖 然後再繼續怎樣 攪拌 把採收下的百香果立刻驗收 同學多上了一堂除一課 他們知道如何的細心的 去呵護這些植物的一個生命 然後體驗到自己原來 自己是有這樣的能力 去照顧這些生命 因為有栽種流下的汗水 這百香果汁 每個人喝起來更是格外香甜 大愛新聞今天新王朝中 高雄報導 高一大護理系的主任周凡浩老師 在一次參加所羅門的 一整服務之後 開啟了與當地學校的合作 幾乎每一年都有來自於 索羅門大學護理相關科系的講師 來到台灣授訓 你都沒有這個資料嗎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 拔罐對來自索羅門的 三位護理系講師來說很稀奇 我希望在這裡學習 我們可以回到 再增加一些的 我們在我們的學校 在我們自己的學校 在索羅門大學 好像是50年前的台灣 因為我們以前是 美國來支援我們 那我們開始成長進步 很明顯 那我們去那邊的時候 就發現說 他跟台灣很像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 貢獻給他 所以我覺得這個學習 又很不一樣 然後陸陸續續就去了五次 去了索羅門五次 周範浩 這位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主任 把專業做推廣 還有這樣 可以直接從噴水出來 還可以把你污水吸回去 就是我走臨床以後才發現 護理的美 就是我走了臨床以後才發現說 原來我們可以做很多事 小壯心就能夠幫助人 在護理領域30年 周範浩透過臨床互動 看見病患需要 察覺自己不足再度禁修 但其實從小的志願 她是想要當老師 因為我們的生命中 其實每一個人都會碰到一些 大大小小不同的挑戰跟困難 然後生命就是一種學習 齊許現代護理人員 除了基層的需求之外 能夠在專業上加以進修 讓南丁格爾的能力 可以有不一樣的發揮 大家新聞 朱龍蝦紅樹高雄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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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有一对夫妻 为自己的狗狗 定做了一间 长得像温莎城堡的狗屋 从外观到每一个细节 几乎和温莎城堡 长得一模一样 希望最后带大家 一起来看看这一间狗狗城堡 也感谢您收看 祝您有愉快的下午时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